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與前同行 我是主持人張曉廷 台股本週在台積電 含漲外資同步力挺之下 重回萬期 大家都在關注 未來就會直接往上走了嗎 其實還有一些不確定的因素存在 今天請到陳寬老師 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接下來投資要注意什麼樣的事情 寬哥好 小婷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這一次是用無量 然後盤跌這樣下來的 然後所以其實投資朋友 都在等待說 趕快落體反彈 趕快落體反彈 然後結果莫名其妙就跌了一千多 一千七百多點 那其實這一次的話 主要是因為內憂和外患所引起的 雙重甲擊 沒錯 那內憂的部分的話 當然是前一陣子 就是不確定的那個 擋重減稅的事情 也總算是落幕了 也延長了 所以內憂建除 那不過也剛剛就雅婷所說的 其實還是有些不確定的因素存在 那原因是因為 8月26號到8月28號 是全球的資金都在關注著 央行年會 全球央行年會 那這一次的召開的話 怎麼突然在上個星期 說要實體的改成是線上召開了 所以市場上面在關注說 或許這一次所謂的QE退場 這件事情的話 不會把它拿來當作是一個主要的議題 所以讓這幾天的行情 全球的領軍帶動之下 像納斯亞維創立時新高了 S&P5也創立時新高了 然後台股也就在這邊 去做一個反彈的行情了 所以好像不在大預期的去走 看起來不定還滿快的 而且其實這件事情很特別 就是行情在跌的時候 突然台積線就來個神救援 就喊說要漲價 大家也是措手不及 有點這樣的感覺 那不過這次比較特別的現象的話 是因為這一次的融資的余額 跟上一次在5月那次 跌到15000點多年那次的時候 其實有蠻大的差異 因為那一次的融資的 幅額是洗得很乾淨 因為就直接少了500多億 那這一次的話 就只有大概少了 差不多300多億左右 所以看起來就是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這個盤整或者盤底的這個過程 似乎還要再稍微拖得更久一些些 那或許在我們這個星期 就是央行聯會之後 漸漸釐清這個不確定因素之後 那下半個月開始 甚至到9月的這個行情的時候 才會漸漸去做打底 甚至是慢慢轉搶回 做基本面支撐的這樣一個過程了 好 才會比較明朗 是 沒錯 那接下來今天 坤仁哥要跟大家聊聊KY的部分 好 因為前一陣子 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是因為在原本8月14號 就是半年報是全部要公共完畢的 結果突然發現 怎麼有一堆的公司 都沒有公佈半年報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那會不會想說 會不會有什麼財報的問題 或者說 而且這些公司都是KY公司 就是所謂的第一上市櫃的公司 好 先前有一些負面的消息 讓大家更害怕 對 沒錯 所以前一陣子其實KY公司有一些震盪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之前為什麼KY公司 讓大家怎麼樣的心驚難跳 是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經典的案例是康友KY 那如果大家前一陣子看到康友的話 還有一個俗話叫做 怎麼康友變街友了 因為他本來康友 他是曾經一度成為是生技的股王 那股價到570幾塊 然後可是呢 竟然在董事長去做申報轉讓失股 然後就開始他一個崩跌的過程 所以他那時候在2018年的10月的時候 去做他的申報轉讓 然後結果沒想到他申報轉讓之後 就開始他連續14根跌停板的過程 天啊 這個投資朋友 是 那時候其實原本大家在期望說 這張股王可以讓投資朋友可以賺很多錢 結果沒想到公司發生這件事情 那也在這一次的過程之中的話 其實KY的一些相關的風險 就被市場上面來關注 那主管機關的話也很認真看待這件事情 放大來檢視 是 但是其實這件事情的話 他還沒結束 因為康友跌完之後 看起來好像盤底打底了 然後結果沒想到呢 他又在2020年的8月的時候 竟然出現了在這個時間點附近 又盤底打底過囉 然後結果沒想到又有所謂的簽證會計師也撤換掉 甚至像是管理階層 他也有一些職務的異動的狀況 又帶來他另外一次的崩跌 那個因應而來的是在2020年的11月 公司就發生了掏空的弊案 也在前一陣子在他的財報難產 然後董事長也消失了 然後主管們也消失了 然後呢 會計師也換掉了 等下這樣狀況之下的話 正是財報難產 正式面臨下市的這樣子一個規範 所以他在今年的4月1號去做下市 一連串的惡夢 是 而且這個不是一檔而已 我們剛好這邊有準備一個看有KY 他之前的一些相關的發佈的重訊 就是包含了像是財務長啦 然後像是內部集合主管啦 甚至像是這邊都有什麼獨立董事啊 簽證關係師 都離職去做這種測換 這是一件很怪的事情 所以另外一檔個股的話 我們也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2929的淘地KY 好 那這檔個股的話 其實也有一點點像 就是有一些東西看起來 喔 似曾相似的感覺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提醒到 就說 哎呦 如果你有看到哪一些指標 或哪一些跡象的時候 務必務必要留意 好 有個警訊出現 沒錯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淘地KY的狀況 跟剛剛考有又很蠻像的 2018年6月的時候啊 竟然也是大股東 巨額申報轉賞6000張的持股 好 這是第一個警訊出現 然後我們這邊有幫大家標註起來 1 這個1的地方的話 其實你要跑 你還可以跑在120塊左右 真的欸 如果你有看到這個跡象的時候 開始 對 沒錯 然後另外的話呢 經過了接近一年 一年多的時間的時候啊 時間蠻長的喔 還有一年 沒錯啊 在這邊據說盤整 高漲震盪喔 幾乎都在這個120塊附近去做震盪 然後呢 沒想到他在2019年的10月的時候 和11月份的時候啊 公司竟然去做了一件 重大訊息的公告 他說他去取得一些基金投資商品 而且這個是巨額的 這是有一個是2億多 2億多的人民幣 一個是3.5億的人民幣 那這其實對公司來說 這看起來不是一個必要的投資啊 這政策也奇怪 因為淘地他是做銅裝的 銅裝品牌 那結果為什麼要去做一個 這樣子一個基金的投資 就看起來是比較不合常理的 那也因運而生的是在 他接下來的是在 怎麼又發現了一件 同樣的事情 是他在2020年的1月的時候 大股東又再次轉讓了 6000張的持股 好 這是第三 沒錯 在這第二的地方啊 其實都還是股價高漲震盪 就到第三的時候 股價就開始一個 往下走跌的過程 那甚至我們看到第四點的話 是在2020年的6月 又一樣的事情發生了 他變更了前陣關係師 感覺這是一整個一樣的套路 幾乎是 對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個第四點的時候 就開始崩跌的過程 甚至到第五點的時候啊 這裡到2020年的11月 整個董事讀董都挺遲 然後甚至董事會也改組 然後我們看到他的股價 竟然是在這個 從2018年的120塊附近的地方 到了最新的股價 竟然破底到了這7塊錢 這沒有說錯 這沒有做錯 這欲哭無淚 真的是這樣子 可是其實我們這樣講好了 就是說如果我們看到一些 相關的跡象的時候 其實大家可以在這些相關的跡象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一些警訊警覺 然後可以趕快去調整 你現在目前手上持股 即使是停損 我也很認真的要跟同志們做說明 就是說你如果真的遇到這種現象的話 你要停損你還是得要停損 因為後面有更多不確定的風險所存在 我們先看一下什麼是KY的公司 因為KY其實它是開曼群島的簡稱 那因為它是一個免稅天堂 所以在那個有蠻多的台灣的上市櫃的公司 如果是登陸在KY開曼群島的話 那他如果回來到台灣這邊來做掛牌上市上櫃 那他們就會定義叫做是第一上市櫃公司 那為什麼叫第一 原因是因為他們如果從來沒有上市櫃過 然後就直接回來到台灣這邊來做上市櫃的話 這叫第一次 那叫第一上市櫃 那這種通常他們在會在公司的名稱的後面 會加一個-KY 所以如果看到-KY的話 他們就是開曼群島第一上市櫃的KY公司 所以在這樣狀況來說的時候 因為開曼它是一個免稅的領地 所以在台灣這邊的眾所稅 我們一般的所得稅的話 也是一個屬地主義的 所以通常這樣就會被認定為叫海外所得 那因為我們現在目前的 如果是一般的公司配息的時候 他都有一個二代健保費 然後甚至還有一些補充保費的這個要被扣繳 可是如果是KY公司的話 他大多數的公司 因為他是免稅的 所以不需要繳這個所得 因為他會被認定為叫做是海外所得 那我們現在目前海外所得有最低稅付制 所以只要在670萬以下就完全不需要被課到稅 對這是大部分的狀況 那但是呢還是有一些KY的公司 如果他們是被認定為美國公司的話 因為他雖然註冊在開曼 可是如果美國認為他這個是美國的公司的話 那你一樣還是有相關的稅的問題 他會在你配息的時候 就直接扣繳你的30%的稅率 所以看你買到的 對你還是要還是要看一下公司 他現在目前的認定的狀況 那如果是美國公司的時候 其實那個一般如果有真的 所謂的美國投資的部分的話 還是有稅的問題 因為他們現在目前那個相關的稅率的部分 是比較嚴謹嚴格的 那不過大綱巷來說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的狀況 就是大部分的KY 如果有配息的話 他是免稅的 那不過就是我們剛前面有說到的 因為KY的公司他畢竟是開曼群島 他的一些相關的查核的狀況來說 很有可能公司不是在台灣這邊 他有可能註冊在那個開曼 然後只有公司在大陸 所以造成了說 如果在一些相關的查核上面 會計師也相關的簽證上面會比較麻煩 好像沒有那麼公開透明 所以目前的話台灣有 台股有112檔的KY公司 那目前的話有16家 已經被列入到所謂的財務重點轉區了 所以主管機關對這些相關的公司 還是比較嚴謹去做看待的 那我們回到財報的部分 因為一般的第二季上市櫃公司的財報 是只需要用所謂的合約簽證的方式 那合約簽證的方式的話 其實比較簡便 因為那個會計師只要跟公司 去調閱相關的資料 然後如果沒問題的話 簽合完畢 然後就可以來做公佈了 所以其實在第二季的季報 也就是半年報啊 就是在8月14號的時候 就應該要全部公關完畢 那可是主管機關對於這些KY的公司 是比較嚴謹去做看待的 所以在新智來說的話 從今年開始第二季的季報 他們要求這些相關的KY公司 都要用所謂的查核簽證的方式 那什麼樣叫做查核簽證呢 就是查核簽證的意思是說 他可以要求這家公司KY公司 不管用詢問的也好 檢查的也好 甚至叫你出示實際的單據 因為比方說你如果每一筆的匯款 那應該就有一些相關的匯款憑證 然後他就叫這些KY公司 去做出示單據這樣的動作 那台灣這些KY公司他不在台灣 所以比方說他如果在大陸 在香港的話 那就必須要一些比較多一些的時間 跟一些流程的部分 是 所以今年的主管機關 就是讓KY公司的半年報 第二季季報的部分 可以延後到8月底 來去做公告截止 所以其實投資朋友 如果你有手上的KY公司 還沒公告財報的話 倒不用特別擔心 你可以再等一下 因為8月底之前公告完畢 都算是合法的 好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如果這邊做一個小小匯總 就是說如果一般的公司的 第二季的季報 就是半年報的話 是在8月14號 就全數公告完畢了 那金融控股公司 一些保險公司的話 可以到8月底 那KY公司的話 也可以到8月底 所以這個是現在目前新的 今年的第二季 開始的季度的一個新的制度 在這邊呢 跟大家特別強調的是說 因為KY公司你要特別注意 其實你的一般的上市櫃公司 也要特別注意啊 因為不是上市櫃公司 就沒有風險啊 甚至我們一些歷歷債務的 像是宏達電 1300塊跌到目前的這個價位 我再講一個 國劇也是1300塊 也是跌到 最低有跌到200多塊的感覺 所以不是上市櫃公司 就沒有相關的風險 這邊要跟投資本說清楚 講明白的 所以這邊我的這個標題叫做是 上市上櫃都一樣 KY也要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有遇到這些相關的 警訊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特別留意 好 好 我們來一提一個來看 就是如果你有遇到 所謂的大股東身上持股的話 那這個就必須要特別小心 因為國劇嗎 我們上次在節目裡面 有跟大家分享過 揚明嗎 對對對 就有一些那個 我相信這些大股東們 董監事們 他們一定有比較領先的資訊 賣的時間很漂亮 如果他們真的有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如果你們有持有這樣的 相關股票的時候 你也務必要小心 所以你看像一般上市貴公司 也一樣一模一樣的狀況 這都是同樣的套路 所以如果這種所謂持股比率調整 那個申報轉讓的話 就要特別小心 這是第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後第二件事情的話 我們剛剛前面看到的 像KY公司 他們的就是高階主管管理階層 董事 董監 財務主管 集合主管 這些如果真的有所謂的異動的時候 這不是正常狀況 尤其是大動作 沒錯 這些東西都不是正常狀況 如果遇到這件事情的話 恐怕還是先避開為妙 所以這是在所謂的人事移動 尤其是高階主管管理階層的 這個調整的部分 那另外的話呢 在簽證會計師 如果有一些調整的話 也要特別小心 因為很有可能是 那如果這個公司 這個會計師不願意簽 他就換掉 可是換掉這個動作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很不尋常的動作了 所以萬一如果有所謂的簽證 簽證會計師去做異動的時候 也通常代表自己的公司 或許有一些相關的警訊要發生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一個調整 是沒錯 然後另外的話呢 如果看到一些相關的大股東 董監事 他們有所謂的質押股票的話 因為他們有可能需要拿股票去套現金 那這種其實也都是一個不正常的狀況 所以如果有這種狀況的時候 也要請都是特別小心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如果有一些 因為我覺得現在目前爆料 或者說像一些新聞媒體 都追得很細喔 所以如果萬一真的有一家公司 有什麼狀況的時候 那都會被那個爆料爆出來 那真的有所謂的爆料爆出來的時候 你也要小心一下 無風不起了 沒錯 真的是這樣子啊 那而且我這樣講好了 因為其實這個時間點 我們上市會公司1700多家 如果你真的遇到這12345 這五六點的這種狀況發生的時候 通通都給你遇到 那幾乎應該就是地雷的啊 對 可是如果真的有所謂的 一點兩點的時候 我覺得也是要做一些相關持股的調整 這是必要的 對 因為其實好股票真的蠻多的 那你不用特別擔戀說 當初買到它 然後想說那個有什麼夢在那邊 可是問題是 如果公司真的有這種營運上面的問題的時候 你還是要小心微妙啊 不要那麼執著 沒錯啊 那個因為好的股票真的還蠻多的 好 那我們這邊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結論 就是說如果遇到這些相關的狀況的時候 都要特別小心 那那個相關的KY的話 也在我們主管機關的相關的嚴謹的制度之下的話 我相信這個制度會更加健全 因為他們監理制度如果更加健康的時候 其實對這些公司的營運是好的 只是比較麻煩一些而已 可是麻煩對我們投資人反而是好事啊 沒錯 好 幫我們把關 比方說我們現在目前當前的股王就是系力 6415的KY 那因為其實系力它原本是在大陸那邊的公司 因為它回來到我們台灣這邊做第一上市 然後呢其實系力我覺得它很棒 因為系力它是電源管理IC的中國的龍頭 因為過去的全球龍頭大廠是德宜 那德宜它其實在中國那邊的市占 大概有接近四成左右的營收左右 可是因為其實趨勢使然 就是中國那邊在做所謂的去美化 那還有之後再發展他們自己的IC 所以讓系力去取代了目前的德宜在中國的地位 也讓系力變成了一檔 在台股這邊的一檔龍頭股王 也取代了大陸王的這樣的地位 那當然大家會講說 這麼貴的股票是不是那個 大哥在講的就是取高和寡這樣的問題 可是我可以跟大家提醒這件事情 你可以觀察目前我們的台股的股王 或者目前我們台股的千金 就可以找到一個趨勢的方向 比方說系力它是做什麼的 它是做電源管理IC的 它是做類比IC的 那大家就不妨可以朝著這個電源管理IC 類比IC去找好的股票 這是其一 然後其二的話就是說 如果代表就是說那個系力它取代的大力光 那是不是代表現在目前的蘋果供應鏈 那在台廠這邊的部分的話 是不是有一些營運上面的成長幅度 成長力道就不是那麼樣的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大家可以留意的方向 你可以透過股王 透過千金的表現 來找到好的族群 好的產業的方向 所以這要跟大家說的 第一件事情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下一檔 也是屬於千金股 一個趨勢一個方向 沒錯千金股真的還蠻多 可以留意的方向的 那這檔個股的話是4966的普瑞 普瑞它是IC設計的 它是做高速傳輸IC 因為高速傳輸的這部分來說的話 也是目前市場上面的趨勢 連台積電台也說高速運算 是他們正在發展的方向 那普瑞的話它是高速IC的龍頭廠 而且如果看它的獲利來說的話 它今年的獲利有可能到 到60塊到70塊左右 它是等於是扎扎實實的 IC設計的獲利王 真的賺了這麼多 真的賺了這麼多 所以看到它的股價 其實它的股價跟它的獲利 是相匹配的 那也因為在普瑞 這樣子一個發展的過程之中 它除了高速傳輸IC之外 它也有發展到一些相關的車用 或者像是一些伺服器的部分 那也提供它後續一些成長的動能 所以我覺得普瑞我還蠻看好的 接下來的部分的話 這檔個股的話 我覺得比較有趣一些了 因為它叫做是AESKY 它是用英文名稱 那它那個代號是6781 那因為這檔個股的話 它原本就是我們 那個大家熟悉的 新普6121的一個電池模組的部門 然後它因為它是最賺錢的部門 所以公司把它切出來成立一家公司 那因為其實那個AESKY 金基姆 金基姆 對 沒錯 來 那個我甚至這樣講 那個它的董事長 就是6121新普的董事長的兒子 所以他們就是一個 父子的樣的關係的公司 所以其實啊 那個它不只是金基姆 而且呢其實母公司那邊 它會給它很多很多的資源的挹注 把它撐著 沒錯 那而且現在目前的AESKY 它正在發展的一個方向 因為它現在目前 我講很坦白的 是公司正在發展的 叫做是電動車的電池那一塊 然後呢 這時間點它的電動車的 那個模組是零 然後這時間點 它公司主要的方向是在 所謂的電動自行車 和伺服器的電池上面 所以它會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這個過程 所以這代表說 它後續的這個成長動能 或者它的爆發的動能 會更加的明確 所以這我想說 那個公司現在目前正在朝這個方向進行 所以它的股價到目前為止的話 也都有在大概接近800多塊的這個高位階 那可是如果就一個整個產業的趨勢成長角度來說的話 其實我覺得後續還蠻看好它的 而且有爆發性的成長 沒錯 因為既然有這種爸爸公司來做 副爸爸公司來做挹注 而且它也真的是有技術領先 而且它真的是轉型到車用那一塊去 真的會對它後面的成長動能是非常期待的 好 那接下來再來看到 這個是 好 這檔個股的話是 金可KY 它是8406 那它是目前的 中國大陸那邊的隱形眼鏡的龍頭 而且它具有品牌 那目前這個時間點 跟大家來做分享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股價也從高點這邊 大概接近300塊的位置 回檔到200塊附近了 那那回檔的過程原因是因為 畢竟前一陣子全球的疫情爆發 那疫情爆發的話 其實就會影響到很多的生活 所以在影響生活的狀況下來說 它其實也衝擊到它的隱形眼鏡的銷量 所以它的股價也回檔了蠻深的 對啊 對 那不過呢 其實它後續的話 其實這個時間點開始從8月9月 就即將到他們下半年的傳統旺季了 因為大陸裡面有雙11 然後甚至他們有一些下半年的一些 那個開學啊 返校啊 這些相關的旺季都來臨了 開始熱起來 對 銷售的旺季又是促銷的旺季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 如果看到股價一個回穩過程之後呢 我相信它後續的一個相關的成長動能是OK的 甚或是它其實今年也有做擴產 擴產的這樣的狀況來說的話 對於它的後續的營收的成長動能 都有所益足的 好 這個是陰星眼鏡 在下半年算是一個旺季 對 是旺季的部分 好 如果你用買進KY公司 那你去做配息的話 是不用繳所謂的二大健保費 這些相關的稅費的 所以我們跟大家分享一檔 這個是4958的真頂 那真頂它其實 它是Apple供應鏈 它是全球的軟板的龍頭大廠 那它每年也是說是在差不多8 9月的時候啊 都是會是它的營收成長動能最高的時間 因為這個時間點的話 是Apple要拉貨 拉新機的這個過程 馬上接下iPhone 13 沒錯 就是iPhone 13準備要開賣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話 其實真頂它的營收跟獲利 會是這個報告最快的時間點 那如果再看到 其實它最近也有回檔蠻深的 這樣一個幅度之後 然後再配合著它的每年 它的這個鼓勵 都有配發的還蠻不錯的鼓勵 因為它如果以今年配發的話 其實4塊5 然後去年也配4塊5 然後那個也有4塊多 3塊多的這樣一個 逐步往上去做成長 因為它的獲利在成長 那它的獲利都會拿出來去做配息 所以如果以這個時間點 它的股價其實不到100塊 可是它配到4塊5 配到4塊多 所以這是一檔非常棒的殖利率的個股 而且它又不用相關的稅費 所以如果你是要找尋一檔比較穩健的 長期能夠配息的 那我相信真頂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看了這麼多檔股票 其實不管是上市貴或是開外公司 只要你發現有一點不對勁 苗頭不對動作要快喔 沒錯要趕快閃喔 不要撐在那邊 沒錯 省失會小一點 好今天非常感謝坤仁哥 謝謝 同時也謝謝大家收看 眼前通行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中間財經頻道上線樓 房價會漲還是跌 該不該出手 開股該進場還是賣出呢 基金外幣黃金比特幣如何買賣賺錢 怎麼玩車最酷炫購車保養要注意什麼 最厲害的專家群上陣 還有防彈少年團 標封直率車手2021全新登場 記得訂閱YouTube中間財經頻道 有CTI小經地圖樣的 幫我們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